从昨天晚上经过借户就医之后 在今天首度曝光了满脸胡渣 那么从亚东医院早上了八点多 那么转院到了板桥县立医院 板桥县立医院正是土城看守所的借户医院 那么这个长久以来就在执行借户工作的 那么县立医院在七楼有一个借户病房 那么就跟建议里面是一样的 也有铁栏杆 那么同时也有相关的借户人员和检查事务官 在现场维安特勤人员 那么跟警察联手执行这个勤务 牵手成为人强 那么在早上八点二十二分 从亚东医院转到了板桥的县立医院 那么从陈前总统的面容来看 满脸的胡渣 那么同时没有上手铐 脚上也没有上脚镣 躺在单架上面转往板桥县立医院 那么阿扁从亚东医院 转到县立医院的这个时间 大概车程只有八分钟 那么闭着眼睛 但是仍然戴着他的眼镜 穿的是绿色的衣服 看起来像是绿色的便服 是他自己的服装 医护人员也在随行当中 这是早上的八点二十二分 看到的最新消息 好 接着我们带您来看 查看